十中山记 苏氏 水晶云 彭离之口 有十中山烟 丽缘已为 夏林深潭 微风古浪 水时香薄 生如红棕 是说也 人藏遗之 经以宗庆至水中 虽大风浪不能明也 而旷时乎 至唐礼伯 时访其宜宗 得双石于坛上 寇儿灵之 南生含糊 北阴清月 福指响腾 于运徐歇 自以为得之矣 然是说也 于犹疑之 时之坑然有生者 所在皆是也 而此独以宗名 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 于自其安 周行事 凌辱 而掌子脉 将富饶之得心味 送之自虎口 应得观所谓 时宗者 四生 时小童 持府 于乱世间择其依二 寇之 空空焉 于顾孝而不信也 至木叶 月明 独与脉 成小舟至绝陛下 大时策立千任 如猛兽起轨 森然欲博人 而山上西湖闻人声 一惊起 折折云霄间 又有若老人 看且笑于山谷中者 或曰 此贯鹤也 于放心动 欲还 而大声发于水上 称宏如宗谷不绝 周人大孔 徐而查之 则三下皆十血下 不知其浅身 微波入烟 寒淡澎湃而为此也 周回至两山间 将入港口 有大时党中流 可作百人 空中而多窍 与风水相吞吐 有款侃坍坍塌之声 与相之称宏者相应 如月作烟 因笑未卖曰 如是之乎 称宏者 邹景王之无意也 款侃坍塌者 未装子之歌中也 谷之人不于妻也 事不目见耳闻 而亦断其有无 可乎 丽缘之所见闻 待与鱼同 而言之不详 士大夫 宗不肯以小舟 夜泊绝壁之下 故莫能知 而于公水师 虽之而不能言 此事所以不传也 而漏者 难以辅经 考集而求之 自以为得其实 于是以寄之 盖探利缘之简 而孝里博之漏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